下面咱们要来讨论的就是我们阶级学义当中一些核 不是阶级学义 是我们现归当中一些核心的问题了 咱们现在来想第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我说我用了我的一组权重参数C 跟我的X进行了一个组合 然后说它能是接近于我的一个预测值 就是说让它去拟合我的一个平面 但是咱们现在想 现在咱们来看 就是说对于右侧这个平面来说 它拟合了我这个平面吗 好像没有吧 出现了一个什么事 咱们的这个平面来说 就是说它上面有些点 下面也有些点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真实值 这些红色点都是我的一个真实值 我的一个真实值和我的预测值之间 必然是要存在着这些差异的 这些差异咱们来看 有些差异可能是一个证书 可能是多借了我10块钱 下面可能是少借了我10块钱 这块可能是多借了我15块钱 都有可能的吧 因为咱们每一次进行预测 都不可能它是完完全全的 就是一个准确的值 多少都会存在着这样一些差异的 那存在差异总办 存在差异是不是这个事就不能做了 存在差异是正常的 因为当我们用机器学习 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首先机器学习的一个基本的思想 就是说我们的理论模型 跟现实模型之间 必然是存在这个差异的 只要我们能合理的利用这个差异 就是可以的 然后现在我们用一个值来表存 来表示一下我的一个误差 也就是说 现在我引入了一个新的量 叫做一个误差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 这个误差什么意思 就是说 就是像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这个正时或者正时务 它就表示着我们这个预测值 和真实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异 这样的一个差异 就是说 现在我们来看 我用一个VI表示着 当前的第一个样本来之后 它的一个真实值 所以一个真实值 就是说 当我们拿到数据之后 我都是一个有标签的 也就是说 正常你的银行 它会统计一批数据 一个人来了 我究竟借给他多少钱 那这个就是一个真实值 真实值是用一个VI来进行表示的 然后呢 这个C和我的X进行了一个组合之后 他俩的一个组合 就是我的一个预测值 预测值我们来看 这是我的数据 这是权重参数 权重参数跟数据 进行了一个组合之后 我就能够得到我的一个预测值 那我们来看 预测值跟真实值之间 存在了什么 存在了这个一个系统 它就是我的一个误差 这样的一个误差 有可能是正的 也有可能是负的 它是什么 其实并不重要 我们只是说 现在有这样一个误差 先不用关心 它到底是一个正的 还是一个负的 它是什么值 咱们先不用管 咱们只是说 对于每一个样本来说 有一个误差 第一个样本 有第一个样本的误差 第二个样本 有第二个样本的误差 那现在呢 咱们引入了一个误差的一个量 那咱们接着来往下去看 下面要给大家来解释的 就是我现在回归当中 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合金的概念 大家一定要能够理解这些概念 因为这些呢 不光是对我们去做 就实际的实现一个算法 是有帮助的 还会大家对之后的我们的一个面试 找工作环境都是有帮助的 因为在面试当中 他最愿意问的 就是这些理论性比较强的指示点 咱们先一个指点 一个指点去说 我先给大家整体说一下 这个指点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的一个误差 每一个一个信用I 咱们来讲 就是说 比如说你有一万个样本 那是不是会有一万个误差呀 那对于每一个误差 咱们用一个信用I来表示 我们认为每一个误差都是独立 并且具有相同分布 而且呢 它还要服从一个均值为零 方差为sigma方的一个高斯分布 现在啊 说的有些长啊 咱们重新来给大家解释这句话 这句话呀 是现在回答当中非常核心的一点 可能啊 大家之前在看书来说 直接就是这么一说 大家直接这么一看 不要认为这个东西啊 只是列出来一个像 它对我们之后 理解任何机器学算法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铺垫 首先咱们来说第一点 什么叫做一个独立 独立啊 并不是说 在我们现在回归当中会遇到 在之后所有算法当中 咱们都要强调这一个概念 叫做一个独立 什么叫独立呢 比如说啊 咱们今天啊 还是去银行进行贷款 然后呢 张三他先去了 然后李四他又去了 张三去的时候啊 银行贷给了他五千块钱 李四去的时候呢 银行贷给他一万二 那咱们来想这样一个问题 张三和李四他俩认识吗 他俩认不认识没关系 我们都先认为他是不认识的 那银行借给张三多少钱 和银行借给李四多少钱 他们两个之间有关系吗 能因为借给张三的钱少 就借给李四的钱多吗 不可能吧 所有的人来了之后 他们都会根据各自的一个指标 进行一个评估吧 不可能因为就是咱们按照正常情况 不可能啊 就是说第一个人 他是一个行长 他来了多余的贷点 第二人他是个普通职工 然后来了少余的贷点 他俩之间有什么影响吗 他俩之间应该是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的 也就是说 不可能那个行长跟那个银行说了 下一个来贷款的是我的一个员工 你们给他多贷点 这一点是不成立的 在这里我们认为每一条数据都是一个独立的 银行我们的算法 说白了银行就是我们的算法 我们的算法会同等的对待我们每一个样本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强调的是一个独立啊 每一个人每个样本 它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然后呢 独立说完之后啊 咱们再来说一下 什么叫做一个同分部 我们要让一个阶级算法实际的运行起来 一定是有一定规则的吧 咱们来想就是说 现在我建算法什么 是要进行一个银行的预测 那是哪银行啊 张三去的是中国这个 不是中国 张三去的是一个建设银行 李四去的是一个农业银行 那你说 把两个不同的银行的数据混一块 我建立一个模型去预测 它符合一个实际逻辑吗 肯定是不符合的吧 咱们要建立一个模型啊 必然是要么你给建设银行 建立它的一套规则 要么你给农业银行 建设它的另外的一套规则 所以说咱们现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一定是一个铜分布的 铜分布啊 就是说张三和李四 都来了建设银行贷款 不是说他去建设银行 他去农业银行 他们两个要去的地方 都是一致的 咱们要构造算法的数据 都是来自同样一个地方 同样的一种分布的 所以说呢 现在啊 给大家强调两点 一个是一个独立 一个是一个铜分布 有这两点之后啊 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先要理解 为什么独立 为什么铜分布 因为之后呢 咱们在其他算法当中啊 还会强调这个问题的 这两个问题啊 会伴随着我们整个 机器学算法本身 说白了 机器学算法建立在 什么样的基础上 就建立在我们独立 铜分布的基础之上的 然后呢 咱们再来看 为什么说 它是服从于 均值为零 方差为sigma方的 高斯分布啊 咱们先来不说 这两个参数啊 不说我们的mu和sigma 咱们先来说 高斯分布 什么叫高斯分布啊 右边画出来的 就是一个高斯分布 这个高斯分布啊 咱们先来看一下 它有什么特点啊 这个特点来说 就是它的 它的一个 均值是等于零的 它的一个标准差 它是等于一个sigma的 这个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们先再来看 为什么说 它是均值为零的 为什么假设 它是这样的一种分布啊 这个问题就是因为 我们实际在进行 不论啊 就是你去进行一个银行 去进行一个贷款的时候 我们是进行这样假设 其实呢 你去做任何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做了这样一个假设 都是假设啊 它是一个高斯分布的 为什么 因为在实际情况当中啊 不可能就是说 有一种分布 你进这下银行的 它永远多给你贷一万块钱 不永远没有少贷你钱来说 这是不可能的吧 很多情况下 我们都是多贷 而是就是很多情况下 都是多贷和少贷的比例 是差不多的吧 今天可能有的人 是多贷他一万块钱 有的人可能是少贷给他 就是多少钱啊 这个东西啊 就是有些时候 就是我们多贷 有些是我们少贷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们就认为 我们的一个啊 我们的一个分布 就是服从着 咱们这样一个 比较标准的高斯分布嘛 高斯分布说白了 就是正台分布 正台分布再说白了 就是正常情况下啊 它大致该是什么样子呢 正常情况下 就是大致该是这个样子吗 我们来看这个分布的一个比例啊 在我的一个分布的比例当中啊 就是绝大多数的一个值啊 就都存在了我们的一个负一 到正一的区间上 我们来看 咱们来如果说啊 看它的一个面积说 是不是说啊 大部分的一个面积 都是在我们的一个负一 到正一的上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就像带期间啊 普遍情况下都是带的是 就是它给你的一个 就是多少啊 不会拆那么大的 不可能多带给你个十万 少带给你个十万 这些都是很少情况下出现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认为啊 咱们现在画出来这个阴影面积 就意味着是 它出现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说呢 高次分布啊 就认为在你的一个误差啊 左右偏差一些 进行小范围的偏差 都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呢 咱们再来看 当我进行一个 大范围的偏差的时候 我们来看 比如说啊 这个值差的比较多 越往两端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值 它的就是 渠道的可能性就越低啊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给大家看的 这个高次分布 就有这样一个趋势 往中间的值比较多 往两边的值比较少 服从着这样一种规律 那我们实际情况下 是不是也服从着 这样一个规律呢 我们在这里啊 就是刚才说了 独立同分布 并且服从高次分布 有一定的严格的数学证明吗 是没有任何证明的 在这里 我给大家提出来什么 我给大家提出来的是 一个假设 在咱们的机器学当中啊 就是你永远都没有办法 就是完全认为一个事 它就是服从独立的 就是同分布 就是均值为零 就是标准的一个高次分布 这是完完全全 不可能的一件事 但是呢 我们机器学习做一件什么事 机器学习做一件事 就是说 它是从实际的一种情况下出发 基于我的实际情况 我做了这样一个假设 认为的误差啊 它是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小范围的 极少数 它是误差是比较大的 我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假设 做了我们的一个假设完之后 我们再进行推导 那我们大家想 你是按照一种假设 进行推导 那你的这种做法的科学吗 可以这么认为 虽然说我们做了一个假设 但是最终得到的一个结果 我们是可 就是最终我们得到的结果 是可利用的 只要这个模型可用 我就说 我这个假设 它是成立的 绝对是没有啊 一个完完全全的独立 也没有完完全全的这种分布 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 但我们在收集数据的时候 我们能保证这一点吗 肯定是保证不了的吧 但是呢 虽然我们做这样的假设 它只要符合着我们基本的一个 就是只要服从啊 我们基本的一个规则 这就是可以的 然后呢 咱们现在啊 来看就是 刚才咱们说完了 我的一个独立 还说完了同分部 还说了这个高次分部 大家应该对我们的这个 现在是已经比较理解了 知道了一下 我们的这个误差项啊 基本上来说 它是做了一件什么事 подум念 我来 噢 nas pul